在宋朝的文坛上呢 有一个神一样的存在 那就是苏氏 无论是诗词书画散文 他呢都是一把好手 但是你知道吗 苏氏之所以能成为古今中外的超人气偶像啊 不单单是因为才华 而是因为尽管遭遇了不少挫折 苏氏呢依然能够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 考场得意的苏氏 21岁呢就中了近视 可命运啊就是爱捉弄人 这份欣喜呢还没传回家乡呢 苏氏的母亲骤然去世 苏氏好不容易走出悲痛 准备在仕途上大展身手的时候 深爱的妻子也因为绝症去世了 一年以后呢 老天又夺走了他最尊敬最崇拜的父亲 短短八年的时间里头 苏氏尝尽了天人永隔之痛 这种痛比发生在苏氏身上 更让人难以承受 在朝堂上苏氏遇到了王安石 都说文人相亲 但苏氏和王安石啊 那就像是苏秦和张仪的纵横说一样 在政治立场上他们完全就是对立的 结果王安石的政治立场得到了当朝皇帝的支持 苏氏呢 斗不够王安石 他就申请外调 跑到了杭州 做了通判 三年以后 苏氏又被贬到了密州 有一天他梦到了自己的王妻王府 苏氏格外思念他 只能用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 来寄托自己的哀思 由于长期被贬 苏氏一直没能见到自己的弟弟 一次中秋节 在远方的他十分思念家人 也只能借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绝 来诉说心里的忧思 乌台诗案 苏氏被贬黄州 被关了一百多天的苏氏 灰溜溜的出来以后 对朝廷是彻底失望了 他放下了仕途 同时也放下了心中的理想 这次他真的看开了 他给自己的屋子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雪塘 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 叫东坡居士 他脱下了文人的长袍 穿上了破旧的布衣 平时下班回到家 他就在院子里耕耕地 周末呢 就当当地的渔夫去河边钓鱼 当然喝多了酒以后 苏氏也不忘写写诗 竹杖盲鞋 清圣马 谁怕 一缩烟雨 愿平生 苏氏那豁杂的人生观 或者说 他在享受生活的态度 让他即使身处逆境 也能保持豁达 苏氏教会了我们 做人呢 就要像那个打不倒的不倒温 不管在什么环境当中呢 都应该积极地创造美好的生活 关注我们 但原谋是许书肯定 还是会积极地创造美好的生活